現在就讓您這個 先介紹一下 現在這個第一場用 譬如是張超南銷售 還有我們大學銷售 那麼本來是 舊傳統的道銷售 可是今天那些 顯然是受到我們這種人 人類學的影響 雞嘆投棉 來跟我們講 這個道壇跟公廟的關係 其實這個也是連續有 商場要講的 民間宗教跟道教的關係 所以 謝謝 謝謝葉老師 我是被比上兩三個 好 今天想要跟這位報告就是 道士出廟 以台灣北部的例子 那一開始我想先跟各位提 是 楊信坤教授曾經提出 用制度性的宗教跟過戰性 分擔心宗教描述中的宗教 基本上他認為制度性宗教 是一種 具有一種獨立於世俗社會 這種神學觀念 儀式象徵跟組織型態的 基本上道教跟佛教 是被歸類在這個類型裡面 分擔心宗教就是 他也有神學也有儀式 但他沒有組織 他是跟整個制度是很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包括像家庭啊 春色國家等等 明天信坤就在劃歸到這個範疇裡面 可是楊哥會有告訴我們說 這兩個宗教類型其實不是絕對區隔的 他彼此之間會互相交流 分擔心宗教會依賴 這次宗教發展出他的神學 裡面也提供一些崇拜儀式等等的 那 制度性宗教也會依靠 為世俗制度提供服務 來維持他的生存 那李老師曾經就討論過啊 這樣一個情況 他認為台灣的 在家的正義道士 或者火炬道士 同時具備 制度性跟分擔心的兩種性質 那 第二次李教授也曾經回應過這樣一個看法 那 李教授認為說 以傳統中國社會同時併存的兩種類型的說法 其實不是那麼恰當的 而且這樣的一批法 沒有辦法幫助我們去理解一個 社會裡面不同中央實踐之間相互的關係 那 但是我覺得 不同的地方社會也許在社會分化的程度上 跟他的進程上沒有那麼的一致的 所以 也許 不同分化程度的地方社會 會有不同類型的宗教組織形式的需求 或者是 舊有的宗教組織形態 也會隨著社會持續的分化而有所變遷的 那 社會分化所造成的宗教組織或制度的變遷 可能會發生在 發生不同的傳統之間會相互原用的情況 譬如說 道教對於明天信仰而言 它就不只是一個宗教資源的借用而已 我認為 它也是明天信仰用來應應社會發展 去轉型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源 那過去的學術界呢 比較關注的是 到底明天信仰對於 道教的宗教科以 怎麼樣的借用 而且短暗間的借用 比較少關注的是 地方的公廟怎麼樣 沿用女三的法師或道教科以 來作為他們一個長設性的服務的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我打算用台北的 台灣北部的道法二門的道談道士 就是住廟的例子 來考慮 到底這些道談道士 如何跟地方公廟 採取不同形式的合作 來提供信仲一個儀式服務 擴大他們的影響力 同時以致協助了地方公廟 在面對社會變遷的過程 逐漸失去他們跟地方聯繫的同時 能夠順利的轉型 來適應現代化的社會 那 所以我們先看 到底台灣北部的道法窗盟是怎麼樣 他們到底是法師還是道士 這是剛才在爭論的問題 我認為應該要把道談道士 放回到道教發展的歷史 麥克風裡面去考慮 過去的道教學者 都把台灣的道談道士 直接等同於早期天使道的道制制度 說它是歷史非常久遠的 可是我認為它基本上延續的是 送代以來一個去寫儀式的傳統 我們現在派別的 驅邪儀式的傳統 那這些傳統有共同的特徵 就是第一個 他們的法師 或者是他們自稱為法官或刑法官 在學成之後 會在他們自己家裡面設一個壇 然後需要服務的人 會到他們的壇裡面去請求協助 那壇裡面公布他們的主法神 跟他們的法將 也可能包括了地方神明 那他們會外出 像地方社會提供驅邪治病 啟情、泄土 包括甚至有些派別派 還可以紀念亡魂的這樣一個儀式服務 那這些地方驅邪儀式傳統 有些派別已經被道教給接納了 包括天心神教清偉 都已經納入道教體系裡面了 可是有些派別仍然目前還被拒之門外 包括雨傘包括雨且等等 台灣作為一個敏銳的移民社會 還有早期的漢人宗教類型 大概包括了祭祖祭士神的明天信仰 還有行驅邪治病的呂山法師 還有可以行災藥可疑的正義道士 這三種不同的宗教類型 過去經常混同了正義道士跟呂山法師 這兩種身分 然後他們跟明天信仰這些關係 也是比較模糊的 可是我覺得自從師傅對台南的描述 以及劉之外對於台灣北部 或包括南部的描述以來 道士跟法師的區別已經逐漸的明朗化了 劉之外教授清楚地指出 台灣跟道教相關的宗教傳統 包括道士、法師、基同 或者道士就是道教 法師就是法教 他明確地把法教區隔在道教的外面 而這也符合我們目前 比如說像戴安德對南宋地方宗教的一個描述的情況 劉之外也對於道法、二門道士有很清楚地概括 他說所有的道士都兼修法教 沒有一個不懂的紅頭法的道士 而刑法的時候 道士跟法師的這兩種身分是可以互相轉換的 而且劉之外在當時已經發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道、正義道跟呂山法 其實在正義道的內部還存在另外一套的道法的結構 就是正義道跟混原法 或者是以天師跟北地作為代表的道法傳統 林振雲延續討論的這個樣的一個問題 這是道坦裡面經常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他們會有道法二門的這樣一個宗師牌位 但是我不太完全地接受劉之外教授對於道法先後的問題 我認為入門者可能是先學呂山法師才學道教科義的 因為呂山法是福建的主要的儀式傳統 道教的傳統其實是相對少見的 勞貴文的調查曾經來這樣一個情況 那台灣的道坦呢 在坦裡面所做的事情也都是呂山的傳統 而不是道教科義 要行道教科義必須要另外設一個坦場的 而道士所奉的天師跟北地 其實只建於道教科義的坦場跟他的科義本 比較不會建在他家裡面所設的一個道坦的 所以我認為台灣的道坦道士 基本上是以呂山法作為一個基礎的 而因此具有一種巫術的性格 那我也提到這個巫術性格 後來很容易的幫助了台灣人的信仰做的轉型 那這種巫術性格就是他們提供儀式服務 提供完以後他們就離開了 他們不去重視教義的宣揚傳教的這個部分 他就如同一個醫生一樣而已 然後在民間他稱之為華拉伯的 接下來我要談固坦或者是住廟 在道坦的小法式 主坦道士也會受邀到室主家裡面去設坦心法 那可以心很多不同規模的法 其中大補儀是最大規模的一個法式 那如果有能力演行道教科義的人 也可以受邀去參加同道所舉行的法會或教典 甚至他可以主持一個三線普渡或里董科義 如果他做普過的話 那在道坦的設施的部分 這個道坦設施通常設在他家宅的廳堂的位置 那整個創設的過程呢 基本上跟一般的神坦的設施 沒什麼太大差別的 包括會有一個神坎 前面會有一個桌案 也會有一個提供樓 那神坎上會奉飾地方神明 有時候會掛著天師的畫像 或者是比較慎重的他們會奉飾 太上老君、天師跟貝利神像 或者是三奶夫人的聖像 來表現道法二門的神父和系統 那我們也發現在坦的旁邊 有時候會有個辦事的桌子 道士會在那裡提供摺日、普掛、命禮 或者是接洽法式的這些服務 這是激動的廣原堂的造型 如果你不仔細看 這基本上跟一般的神坦 是沒有太大差別的 那這樣的一個日常的道坦法式 基本上只要一個道士就能夠應付 道坦裡面的法務的需求了 除非是在特定的時候 信徒增加了 他們才會調動一些家族成員 跟其他道士來卸助 但這種是特殊日子才會需要的 因此道士家族會需要面對 後代指示較多的時候 他們要如何安排繼承人選 以及規劃其他指示的出入 通常會有轉行到其他行業去的 有些正義道士會轉行去 當試調法師就鋪頭了 有些會另外立一個道坦 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有些會去宮廟裡面常駐 擔任住廟道士 或者是有些他的道義非常好 就專門去承接宮廟例行的祭典 或特定的教典就可以了 如果還沒有立談的 剛學會的道士 他們也可能會去宮廟裡面尋找 住廟服務的機會 在這裡譬如說三峽的王天廳道長 他學生之後 曾經到清水祖師廟去購廟 或者是吳志全道長 學生之後 被禮婚道長推薦到基隆天德宮去住廟等等 家裡已經社團的人 仍然會在特定的十日 尤其是初一十五 或者是春節 或者是六月初七開天明這一天 會到地方公廟舉行補孕的儀式 我們找到1927年 基隆有五壇的道士 在基隆城王廟為信眾補孕 當時還因為他們定價太高 鬧上了新聞版面 1945年 基隆有七位道士 在慈雲市合作為信眾補孕 他們的方式也是一樣 共同定價 統一收入 然後再分錢 過去中和衛院壇也曾經在初一十五 會到他們臨近的廣濟公為信眾補孕季節 道法二門道士就用這種方式 幫將他們的屢山法術 帶進到地方的公廟裡面去 那地方公廟的信徒往往會比較多 住廟不思為一種為信眾服務的一個好的機會 或者大家民生好機會 有些道法遭遇比較好的道士 在住廟的期間因為得到信眾的信任 在結束住廟之後 他可以自立或恢復他的道台 那黃金龍道場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例子 這樣的情形也會造成住廟道士 跟公廟的管理階層之間的一個緊張關係 住廟道士過度去發展 帶有群聚效益的定期一試服務的時候 可能會引起公廟管理階層的側目 公廟管理階層會基於公廟自身的利益考量 他未必能夠接受住廟道士 以公廟的名義去組織法事 就是糾籍信眾 樹林基安宮的道士管理規則裡面 第四條就明文記載 不得讓住廟道士 不得借本宮民意擅自組織 團體性的各種祭祀 但是這不是一個常態的情況 我們調查了台北幾間的住廟道士的公廟 發現住廟道士跟公廟之間 有不同程度的信任關係跟合作模式 會決定了他彼此發展的可能性 我把我們所調查到的案例 分為合作關係比較弱的、比較其中的或強的程度 做了一個簡單的分類 比較弱的是 倒是只在特定的時間到公廟裡面去服務而已 這種情況往往不需要支付廟方任何的費用 頂多就是在每送一次的書文的部分 就讓廟抽多少錢 抽成 以這種方式跟公廟做分攤 比較強的話就是 發現服務的效果不錯 公廟的原因讓道士長期駐紮在廟裡面 所以就會有長期駐廟的一些情況 這種情況就有很多不同的拆分的方式 有些是由道士每年度 願意捐獻給廟鄉我錢多少錢 然後用競爭的方式來取得住廟道士的這樣一個資格 或者是有些是公廟 尤其是現代、近現代以後 公廟以月薪的制度來支付給住廟道士薪水的 目前訪問到了有包括一個月四萬塊 或一個月六萬塊的這樣的月薪值 除了月薪之以外 他們還可以在每一次的儀式裡面 按照他的書文來抽成 比較強的是 比較合作關係比較強烈的是 不只是長期駐廟 而且道士團擁有比較主導的力量 可以創造各式各樣新的法會服務 來跟廟按照儀式服務的收入的比例來劃分 譬如說道士團分六、公廟分四、五、五、五 這樣的拆分的方式 這個是龍角青山宮的例子 他的所有的祭典在旁邊就是有提到那個 道士服務的項目 譬如說這裡 除以十五會有點光明燈跟太歲燈 然後每月初四十一、二十一會季節 然後這個部分是由道長道士開出 這是屬於比較特定時候才去的一個服務 這個是他們一個宣傳品 也是說明了某些日子是有道士服務的 這是大道成慈聖宮 朱溫山道長所在的宮廟 它就是一個長設的一個、長住的一個情況 它一樣會有像道壇道士的一個生堪 然後一個辦事桌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大道台北保安宮的例子 這是主導道士長期在那裡服務的 所以道士跟宮廟的合作很可能會因為不同的階段而有所進展 但是也有可能會停滯不前 我們認為可能最初的一個階段合作的模式 是特定的時日到地方宮廟提供一室服務的這樣一個情況 這個情況很早就發現了 發現這樣的合作模式 第二個是比較常見的合作模式 就是長期住廟的模式 這種常見的模式是 它只是把道壇移到廟裡面去而已 所以我把它稱之為道壇模式的一個長期住廟 一個道士在廟裡面提供服務的 第三類是道士 我把它稱之為道士團的模式 它已經不是只有一個道士在裡面 它已經組成了一個道士群體在宮廟裡面提供服務 那我認為這是少數比較成功發展的一個新的模式 那這種合作的模式跟進展 基本上我覺得取決於宮廟的管理階層的經營裡面 以及住廟道士的儀式、社交、經營能力 或許又發展的一個企圖性來決定的 那這是台北府城王廟 它這個照片照得不好 它其實這裡有三個道士在提供服務的 那他們的服務項目非常多 一般的季節、補運、超度是每天都有的 那還有一些光明燈、太歲燈、文昌燈、平安燈、鑰匙燈、財力燈等等的 各式各樣服務 而且他們的服務項目越來越精緻化的一種宣傳的模式 那這是他們的年度活動表 年度活動表 那這是他們清南中原的時候我做了一個法會 然後他們開始有規劃出信徒所在的區域範圍 然後提供信徒、送念的金本 然後旁邊還有各式各樣的那個 超度他們的冤親債主或者是祖先的一個牌位的情況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 這三種宣傳統 我認為它各有它自己的象徵的系統 我把它簡稱為鬼、煞跟醉 如果我們去調查一個台北的道壇的話 你會經常看到他們會有一個招牌上面寫著他們能夠提供服務的項目 像這個是機動光運壇 這個是三重的雷進壇 他們的服務項目都寫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去分析這些服務項目的話 它大概可以分為三個主要的範疇 一個就是禮山法術 包括消災、寶玉、收金、祭檢、安奉太歲、祖優雅薩 也有一類是道教徒科儀、謝神還願、三縣、禮斗、中元古度、啟安建教等等 還有一類是傳統的素術 折日、普掛、祕禮、勘禮、勘禮、勘禮 我們去比較在祝廟道士 以道道成辭聖功的例子 祝廟道士一樣提供了寶運、季節、季文昌燈、啟財、普掛、祕禮、八字、流年等等這些服務 有標價的部分是在Mail裡面可以服務的 其他的部分道士可以到外面去做 也跟道坛道士的情況是很接近的 所以祝廟道士的服務基本上跟道坛是相近的 他仍然以傳統的素術以及禮山法術作為他服務的主要項目 但他也是可以跟公廟請假 或者是找人來代班到外面去 為室主家宅或者是教主、公廟提供其他人的儀式服務 那道坛道士專善於禮山法術 他同時會兼修傳統素術跟道教科儀 而把這些不同傳統的宗教知識跟儀式時間 帶進了公廟 把我所謂的明天信仰裡面去 過去台灣做明天信仰研究 主要關心的是地方聚落層級的明天信仰 就是所謂的社區明天信仰 這個層級的社會體系 丁仁教授丁仁教授講了很多描述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們很清楚能夠掌握的 至少是由兩個組織原則所組成的 一個就是祭祀相同祖先的家庭 跟祭祀相同神明的村落 他背後有一個基本的預設就是 家庭是一個父系社會結構 這個父系社會結構完備的話 祖先就可以得到長久的祭祀 這個家庭就會平安順順 鬼是不在這個結構裡面的一個存在 他必須要被區隔跟安撫的 多個家庭會組成一個聚落跟神明結盟 愛神那樣的護衛體系把鬼區隔在外面 所以很多的年曆紀典 基本上就是在護衛這套的 保護這套聚落的護衛系統的 這一套的體系圍繞著神鬼祖先三個超自然範疇 而他們認為問題的發生 都是那些鬼造成的一個災難 所以要安撫這些鬼 安頓這些鬼 或者從你們把納入到上述的結構 而這個承解明信長 其實不太需要法師跟道士的 女三法是有自己的一套相認系統 而且他們提出一個理解問題跟解決的方案 他們的服務項目 保孕、收金、季節、安空太歲等等 其實他反映的是他們的病原論 就是每個人有流年 他會有懷孕的時候 當他懷孕的時候容易沖煞到神煞 而使他離魂、生病 所以需要透過收金、收魂的儀式 來季節、祭送他的神煞、出煞 來補充、補回他的懷孕 這樣的一個邏輯 這是我們去廟裡面經常看得到的這種流年圖 然後道士們就根據這樣來為他的信眾 處理這些問題 包括充犯太歲、安太歲、抗魂 然後放五鬼、白虎、天狗 要補孕、祭送等等 或沖煞、禮魂要收魂跟做法廠儀式 我們可以看到女三法術 大部分是從個人的立場出發 來考慮一個人的運勢的勝率 以及他可能遭遇到神煞 造成禮魂的現象 所以女三法術的解決方案 就在於普算出他所遇到的神煞 安撫、驅趕神煞 然後安政或是遭回病人的魂魄 來再補強病人的運勢 這是他們在做補孕的儀式的一個情況 可是道士所做的道教、哉教科医呢 又有另外一種不同的災病成績的叙說 台北的道士 道教科医其實分金露哉教跟黃霧哉教 台北主要是做金露哉教 道法二門的三朝教基本的儀式節目大概是這樣子 你會發現有大量的金燦的宋讀 解約事節 三朝也宋很多的金燦 然後紅龍夾旦送玉書經 所以道教的儀式 花了很多的心力 這是他們宋經的情況 很多的心力在於 災界、行道、轉經跟禮燦 這種集體性的機功累得跟燦為請願 這是道教固有的災界燦為的一個倫理的傳統 它背後的預設是一種罪惡病原論 就是災病是罪的一個懲罰的形式 所以罪遷來自於違反戒律的一個惡行 消災致病的方法就在於 持災、守戒、行道、轉經 來恢復潔靜的身心、積累功德 最後我要講解治理跟合作 病方聚落的民進激養 平常都可以自主自己 它不需要與三法師或正義道士的資源 可是隨著現代化跟都市化以後 高度抑制性跟流動性的人口結構 使得公廟跟地方社會的連結 逐漸的鬆動 它失去了固定的計势圈 不再有輪食的爐主跟頭夾 不用繳釘口錢了 他們也不用透過固定的使願還願 靠軍機制來維持聚落的護衛系統 他們因應現代化比較有一個新的模式 李金探勞建民描述了這樣一個現代社會的特質 現代社會表現出對於當下的一種反叛跟轉化 不只個人需要轉化 社會也需要轉化 轉化各層需要工具性的理性跟經濟理性的原則 他們透過設計各種的物件、機制跟技術 來更有效益的規劃生活、運作組織、成就世俗的利益 以及一種富足、舒適、安和、熱力的一個生活的目的 工廟也在這個現代化的過程裡面 逐漸發展它的經營的模式 其中管理委員會的行程 然後管理委員會經營的目標也創造需求 主動招攬更多的非地緣性跟個人化的信徒 作為他們的目標 而且他們開始提供點燈跟禮斗的服務 來取代義務性的釘口錢 他們把這種稱之為宗教治理 但是我認為以北台灣的工廟來說 發明這些儀式的宗教行動者 不只是工廟經營者 更多是需要跟道法二門的道團道士合作 道團道士基本上自己也面對到現代化跟都市化的一個挑戰 包括都市化他們不能不太到世主教去做法事 而也轉到道團跟廟宇等等的 有很多小型的心理撫慰的小型儀式 大型其道 然後很多體驗的物質生活跟社會地位的法事 譬如說禮斗 招財補庫文章法會也大量的出現 但是道團道士受到他道團的空間限制 他沒有辦法在坛裡面做這些 所以他必須跟工廟合作 就把這些東西轉移到工廟裡面去 這是台北福祖文章做春節的一個儀式 這邊都是要安穩的這些人 然後五韻或七星橋的情況 這種合作模式在禮斗分道我們看來 是台北的道團道士為了適應社會發展 最大的改變的一個模式 而且他肯定這樣的發展 他認為這是一個火炬跟叢林制度的一個折衷的形式 好 我最後講監語 就是住廟還是住廠 道士跟地方公廟合作 不是現在台灣才有的現象 高安障已經指出明清地方寺廟就會聘請生道來擔任公廟的管理者 稱之為住廠 住廠擁有寺廟財產的管理權 但是他們沒有擁有權 他們不能變賣廟產 他們受到法律的約束 住廟以寺廟作為他的修行之地 也可以為地方社會提供儀式服務 這些住廠也可以到外面去做上將儀式 平時他們也透過這個方法來維持他的生計 他們也可以在寺廟裡面傳承法脈 然後培養接班的弟子 但是他們如果不守清規 寺廟主使者可以控告他們 甚至要求他們還屬 台北的住廟道士不太一樣 他們不以住廟所住的公廟作為修行的場合 而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儀式服務的提供之地 他們也會提供地方社會其他儀式服務 來增加個人收入 台灣公廟的所有權跟管理權 還是掌握在管理人、管理會跟董天日手上 由他們來負責公廟營運 住廟道士可以收徒傳承 但他們不熱衷於此 恐怕跟火居的傳統有關係 台北的道士住廟 我認為他目前還是停留在提供儀式服務的這樣一個立場 他們關心服務的數量跟多寡 但是這同時也是現在公廟經營的時候 念字在字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們直接可以合作 不可避免的存在一種競爭與矛盾的關係 住廟道士不是不清楚這樣的情況 但是有些道士他們安於穩定的工作跟收入 但是有些道士他們不安於此 他們認為應該要發展一種更具有主導性的一個方式 來住持公廟 謝謝 時間已經超過了 我本來 人類學 本來真是研究神鬼組建這件事情 是傳統人類學的題目 我以為他氣暗投明 真的投到我們人類學裡頭來 結果 結果 結果一天 那個 講的跟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那個 一樣 幾乎都是社會學士的研究 講這個什麼組織啊 講這個什麼愛啊 實在是 完全沒有人類學的 那個 那個 的意思 不過 放下扶刀真的 猶尾為完 不好 我們現在就請這個 張淳教授 啊那個 是 林正恩教授 好 謝謝 我剛才說 我有接那個超來五分鐘嗎 那我換回來 我講快一點 其實 因為有很多的討論 都是來自於 我們在座的那個主導長 跟那個理道長 他們可能更有資格來回應 我有三個部分 然後我發現 雖然說是 早上那個 丁老師說 社會學家 很喜歡用那個二層二的 然後道教研究很喜歡用三 看你用了很多三的東西 剛才講的比較急啊 我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民間信仰 法師跟道師 這三塊 那你把它跟祭祀 然後驅邪致病 還有哉教 然後最後你把它鬼 殺罪 三個結合在一起 那這裡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民間信仰 祭祀 那他不能驅邪致病嗎 那法師驅邪致病 那他不能祭祀嗎 就是這東西可以考慮一下 到底這個情況 是不是這麼樣的一個 而清除 這三大塊 好這是第一個比較簡單的 那再來我想說 有一個考慮 也是一直不好討論 就是說到底是民間信仰 他借用道教科醫而已 還是說他會利用道教來做一個轉型 那其實今天我們早上講的 不只是民間信仰 其實活居的道南道士 也會做一點轉型 跟所謂的正統 或者是什麼更高的位階去靠近 所以這一種東西的互相借用 有沒有一個更寬的說法 就是不只是單向的一個東西 因為其實道教也借了很多民間信仰的東西 進來 好這個部分 好 那個道壇跟法壇那個比較長 我們就先不討論 我有兩個提供你思考 一個是 剛才提到先學正義還是先學驢山 有一個先後的關係 那你們兩個有兩個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當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看看幾個個案 要考慮它的時空背景可能不太一樣 譬如說我們在兆安比較清楚了 或是整個明星 它確實是原來一個驢山的傳統 那後來有正義派傳進來了 但是你反過頭來看向台南的情況 林寶道士他們原來不會做昂桃 但他們有時候需要一些昂桃 譬如說豬油幹嘛的話 他們就會去學驢山的關係 可是那個時候就不一定 結果它時空背景換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不是那麼 因為你每一個都很確定 但是看起來好像再多看一點 地方好像不是那麼確定 還有一個就是唯一 其實你剛才是問 應該是問講不真的吧 講說正義跟市教合作 然後林寶也跟市教合作 但正義跟林寶不會不合作 但這個是我們也一樣要考慮 就是說他合作做什麼 他請市教來 譬如說正義請市教來 他是可以分排行道可以穿道袍 還是他只是做樂師 這是一個 第二個你要考慮那個地區 就是說這個地區 是不是一個林寶的優戰區 譬如說淡水 因為淡水他是 就是我們大家 紅白都可以做 所以他可以跟市教來合作 但是正義道士如果請市教來 因為他本身是有做 一個是專門集市 一個是可以做黑的 那他理論上是不可能讓他穿道袍上 沒有他們做補韻 對補韻 那如果補韻在你這邊的定義 可能又不是正義 比較像呂山 對 就是說像這一東西 其實可能不是那麼絕對 就是提供你在考慮一下 大概就這樣子 好 謝謝 很好節省了我給點時間 下一場